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乡文化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之地 山西省近中市飞翼传承项目 蝉月乡第五代传承人钱松涛 坚持古法之乡十余年 固守江西 致力于传承中国乡文化 12月7日 在第四届山西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 展馆一角 屡屡清乡 引得众多民众驻足 钱松涛忙着向众人普及乡文化 中国的乡文化就是一个养生的文化 就是在余月当中 在香品的芳香当中 起到一个修身养性的这么一个作用 蝉月香是钱松涛的祖传配方 已有百余年的历史 之前所制的香多为寺庙使用 如今 为了让更多的人在中国乡文化中 寻得安静 放松心情 他坚持古法治香 古法治香以中药材为原料 选料 炮制 打粉 活香泥 成形 阴干 一盘小小的现香背后 却蕴藏了十多道工序 钱松涛介绍 打粉时采用低温 以减少香脂的挥发 活泥时使用五台山泉水 人工分减后装器皿较藏十余天 每道工序都要求无任何化学添加 制出天然香 我们专门从五台山打回来的这个水 因为五台山它自身也是咱们中国四大佛教圣地之一 而且它那边水质也很好 也没有受到工业的污染 钱松涛认为香文化和中医药文化一脉相承 多年来他一直钻研各种中药知识和用药原理 他所制的天然香 每一味药材原料都来自山西的黄土地 钱松涛介绍天然香的制作技艺成本较高 售价就略高 假之很多年轻人喜欢香水而不喜欢香 打开天然香的市场还需要时间 中国更多的年轻人是喜欢香水而不喜欢香 而我们真耳半径 咱们中国的香文化才是自己内心的文化 咱们中国的香它是内在的 而国外的香水它是外香型的表现 我们中国的香呢是更多的是寻求内心的安静 和人自身的这个修养 中国的香文化始于春秋 成长于汉 完备于堂 鼎盛于宋 宴居焚焚焚香曾是古代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谈其传承 钱松涛表示 希望把古法制香记忆传承下去 让更多人愿意学习古法制香 随着咱们这个传统文化这个回归啊 也应该让这个更多的孩子啊 这些年轻人来了解这个香文化 让他们体会到咱们中国这个香文化的这个好处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